Hello 歡迎回到JellyJelly的頻道 今次又轉少少不同形式 就是會用5-10分鐘 分享一些我自己都覺得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的資訊 但未必有很多人看到 讓我來跟大家補充和解釋一下 今次要講的是關於電煤費的升幅 2024年1月1日 平均的電煤費又加了5% 已經很貴了 但又再加了 大家也知道現在能源危機 基本上電力公司或煤氣公司 已經將它收費用頂到Price Cap 所以如果Price Cap有升 它又會再加價 所以大家預期之後的電費又會再貴了 但裏面還有很多細節 我們現在就一起看看 首先想和大家講一下 關於這個叫Money Saving Expert的網頁 非常有用 今次的資訊也是來自這個網頁 大家可以預訂一下它 它還有其他的資訊 例如是卡 特別是現在的利息這麼高 如何可以在Mortgage Rate 借錢的資訊 或者是Banking Saving Isa 未來四月 有一個Isa 年度 或者是insurance 購物 也有資訊 如果大家不想去網頁 也有Instagram版 大家可以追蹤這個 Money Saving EXP的IG 它就叫做MSE 除了有Post 之外 除了有Post 之外 也有很多Story 大家可以在裏面獲取 省錢 或者一些重要關於錢的消息 今次就是想說這個 What the Energy Price Cap Change Means for You 今次呢 它就已經寫在這裏 6.89p 升到現在是7.42p 簡單做一個運算 Gas 接近升了7.7% 那電呢 就是由27.35p 就升到28.62p 平均就是大概4-5%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大家上一個quarter 是給Average 一個Household 是給1834的磅 就升到1928 由2024年的1月1日開始 那我們現在做個除數呢 1928除回 12就是160磅 所以平均一個Average Household 這是一個參考數來的 就是要給160磅的電媒費一個月 當然啦 視乎你住邊 以及視乎你家的公司 所以每個會有少少不同的 但平均就是160磅一個月 那你一樣想值得提的 就是這個叫做Standing Charge 那什麼是Standing Charge 就是如果大家家裡 是有鑊到電或煤 就要給這個Standing Charge 那如果電呢 就是沒有變 一天要給53.4p Gas 就是29.6p 每一天 那這個是硬吃的 你只要有鑊到 你就一定要給 那其實就是多少錢呢 一天就是 就是兩個數 加起來 83p 乘365天 就是302.95磅 那就是代表 大家每年 其實 你在零用量的情況下 都要給300磅 然後去保持 這個叫做 Gas 和Electricity Standing Charge 那至於 其實實際是 Made Up From什麼呢 那這個網 有一個Pi Chart 那你也有展示出來 那譬如最多是 Network Cost 即是你要經營電網 或者一些Pipeline 一些管道 那這個要用到 其他就是Operating Cost 最多 那就是Billing Collection Sales IT Telecoms 等等 那其他就有 譬如Smart Metering 諸如此類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看一下這一版 叫做 Why are Energy Standing Chargers So High What can be done 的網頁 但這個沒有辦法 基本上就是硬吃的 如果大家記得 上年的冬天 因為能源危機 政府在冬天的時候 就派了400磅的Energy Subsidy 派了6個月 所以每個月就是66到67磅左右 但是呢 因為那時候的電煤髮 是異常地貴 因爲打仗 所以那時候可能大家是 在付200磅 假設一個月 然後呢 因為它有個Subsidy 減66 譬如130多磅 但是現在呢 其實平均是給160磅 所以雖然呢 現在的電煤費 是沒有上年冬天那麼瘋狂 但是其實大家可能 都是比貴了的 大家呢 就要留意 因爲今年是沒有這個Subsidy 大家用好的方向看 這個網頁 又預測到 又預測到 今年 Energy Price Cap的走勢 你會見到 現在這個 就升了5% 但是呢 下一個Quarter 就跌回14% 那 去回平均一年 1660磅 那之後呢 再一個Prediction 就是跌4% 那就到1590 但是這個呢 就是 就是 不要太相信 但是呢 你會見到 來的一個Quarter 是 strong prediction 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 相對大的信心 接下來這個Quarter 的Price Cap 是會跌回的 都算是一個好消息啦 那它另外 這裡有一個 assessment period 譬如 每一個Quarter 就是 什麼時候會公佈 接下來的Price Cap 是多少 以及 它的assessment period 是什麼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日期 就會公佈下一個季度的Price Cap 那如果大家是用Direct Debit 去付電煤費呢 那也有一個 calculator可以幫大家 去看看 究竟現在 大家在付的Direct Debit 是否合理的 那當然啦 這也是一個參考作用 那大家可以 將自己的 bill的 gas usage 以及 電的usage 每一年 就放在這個 兩個假期 然後選擇自己住哪個region 因為其實那個相差都可以相當大的 那選擇完之後 就可以calculate 就可以告訴你 大概 你每一個月的Direct Debit 應該是多少左右呢 才是合理 大家可以試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關於Fixed 的Energy Bill Fixed 大家就知道 是固定了一個價錢 簡單點來說 就是你預期未來會不會 會不會升 如果譬如你Fixed 在這裏 到時Price Cap 又再升 那你仍然是Fixed 在這裏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去用電 或者用煤 但正如大家都知道 現在能源的價錢 已經這麼高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公司 會再出一些 底的Fixed Plan 如果大家看回這一版 基本上是 它都寫得很明顯的 只有一個值得考慮 就是EONIX 那我稍後再詳細說 其他就是 Cheaper but it's complicated 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你可以看回這裏 但是簡單一句 它就是 如果現在 根據現在的Prediction Price Cap 便宜10% 或以上 你才值得轉 一個Fixed Plan 但是 它也有 Research 所有的Plan 簡單來說 就是沒有一個 會值得 你Fixed 其中 多一個原因 就是 接下來的能源 會跌14% 所以 大家可以 等它跌了 然後 繼續用Variable 那你也可以 受惠於這個跌幅 所以暫時 就不要想著 除非 你是用EON 這個公司 它有一個 叫做 EONIX EONIX 就推出了 叫做 NIXPledge 的Tariff 就是 新或者 Existing 的用戶 都可以 去拿 一個Quote 去試一下 如果你是 現有用戶 就 絕對鼓勵大家 去這個 如果大家是新的用戶 就要去試一下 拿一個Quote 看看能不能拿 但是 這個Plan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它一定 比起 現在的Price Cap 便宜3% 便宜3% 所以 大家看看這個表 就會看到 現在的Price Cap 是這麼多 它的Pledge 你會看到 它的Unit Rate 就是比Price Cap 低一個 一個 一個幅度 所以 簡單一點 就是 你一定是有好處 因為基本上 所有公司 都是在收 EONIXPrice Cap 那你就可以 用一個便宜的價錢 去 給你的電煤費 所以 如果大家 是可以 嘗試的話 拿不拿到這個 Tariff 因為 絕對有好處 今次的分享 就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留言 告訴我 或者有什麼想我分享 都可以告訴我 明天會多些 5-10分鐘 沒有那麼長的 一些資訊性的影片 我亦都開了一個 新的Playlist 叫做 如果大家想 一直追蹤 這些資訊性的影片 就可以看看 這個Playlist 接下來 2-3月 也會再出一條 2024年的 ISC資訊 上年的影片 反應也不錯 所以 接下來會再出一條 大家可以留意 對 喜歡這類的影片 記得按讚 還記得訂閱 還記得訂閱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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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 按讚 按讚 按讚